哈喽,神秦王又来了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我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笑得不停 为什么?有一次呢,我去买东西的手 他就问我,我没有带眼睛 这个东西多少钱呢? 然后我就想 我又没有带眼睛 什么眼睛?是留花眼睛 现在,没关系你多年纪 现在,我相信40多岁都开始有 留花眼睛出现 然后,我也没有带眼睛出去 我本来没有正视的 那我就,哎呀,没有办法啦 我又为了帮你,立刻帮你 我就拿着超市 你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他看不到的价钱 然后,我也没有带眼睛怎么帮啊 后来想到方法 Good idea 后来,我没有办法啦 我就突然说,OK 你说,知道知道多少钱 你能不能用这个方法呢?很难说 因为每一个字大小是不一样的 可能那种字比较特别小 用这个方法也可能用不着 如果这个方法是适合某一个字的多少 我相信是有个性定的 只不过我觉得我这样可以看 就够顺利了 如果真的看不到我 也没办法啦 我也没有带留花眼睛出去 所以我就这样的方法 你们不用偷笑我 我已经几乱了 怎么用什么方法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一张手 一张手要什么? 两张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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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它 做一个小人精 好想我们看东西的小人精 其他一个东西 不要这么灭 留一点点 戒住来 留一点点 那当你看的时候呢 用个人精 标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要瞄准 比如说我看这个超市 它标出来的诈钱多少 OK 我就用这个方法 瞄准这个字 如果能够看到的 最后呢 如果用这个方法看不到 我也没有办法 我已经尽了能力了 OK 就不要看了 就很简单 用个小小眼睛 在里面 要放点 好像一条线 而且放个眼睛 这样 然后对准 那个炸钱 然后用一支眼睛 那标准 你要看那个准确的位置 啊 看到了 看到了 五块 所以我告诉它了 哈哈哈哈 所以为什么我也告诉你 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 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 好一点 如果后来 给我一个点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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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